東京新宿車站 人潮川流不息的電腐梯 大伙很有默契 正在左邊 控出右邊的走道 讓有急事的人迅速通過 景頭轉到關係大阪 去換成站在右邊讓出左側 是這樣的約定成俗 看在專家眼裡 卻是錯誤的觀念 因為電腐梯本來設計 就是讓人站著 而不是用來行走通行 日本消費者聽 22號公布一項統計數據 發現近三年來 光東京都內 就發生3865起電腐梯意外 當中有九成都是行走釀貨 包括行走時時需平衡 或是撞到人讓人跌倒 當日本政府開始正式 搭乘電腐梯的安全 要求各單位必須告知民眾 正確使用電腐梯的方式 在亞東日本六年前就開始宣傳 希望民眾不要在電腐梯上行走 隨著安全意識高漲 這項運動正逐步推廣到全國 只是要民眾徹底改過 長久以來建立的習慣 可能還需要好長一段時間 記者 綜合報導 我想請收到 是